第七十集 伯怒威琛 陆无双在李莫愁手下 忍辱负重了数年 武功渐渐有所长进 只是李莫愁对他总是心存遗迹 别说最上乘的武功 就是第二流的武功也不肯传授 倒是洪灵波见他可怜 暗中长家点拨 因此他的功夫说高固然不高 说低却也不低 这日李莫愁和洪灵波师徒 先后赴活死人墓到玉女心经 陆无双见他们长久不归 决意就此逃离赤霞庄 回江南去探访父母的生死下落 他幼时虽见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伤 料想凶多吉少 旧为亲见父母逝世 心中总存着一线指望 想去探个水落石出 临走之时 心想一不做二不休 竟又盗走了李莫愁的一本 《武毒秘传》 那是记载诸般毒药和解药的抄本 陆无双双足博了 最恨别人瞧他博足 那日在客殿之中 两个道人向他的博足多看了几眼 他立即出言斥责 那两个道人脾气也不甚好 三言两语就动起手来 他使弯刀削了那两个道人的耳朵 才有日后豺狼骨的约斗 当日李莫愁鲁他北去之时 他在窑洞口与杨过曾见过一面 但其实二人年幼 日后都变了模样 数年前匆匆一会 这时自然谁都记不起了 陆无双吃完两块烤肉也就饱了 杨过却借着火光眼映 看他的脸色 心道 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处 眼前这女子若是我姑姑 我烤张腿给他吃 岂不是好 杨过呆呆地凝望着他 竟似吃了 你这般屋里瞧 线下且自忍耐 半夜里才是啥 陆无双冷哼一声 当即回入食屋中睡了 睡到中夜 他悄悄起来 走到屋外 只见火堆边杨过一动不动地睡着 火堆早已熄了 于是 捏手捏足地走到他的身后 手起刀落 往他的背心砍去 突然手腕一抖 虎口震得剧痛 灯石把捏不定 当的一声 单刀脱手 只觉重刀之处 四铁四石 难道这傻蛋精炼的周身刀枪不弱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急忙转身 逃开 奔出了树杖 见杨过并不追来 回头一望 只见杨过仍是浮在火边不动 傻蛋 傻蛋 我有话跟你说 杨过只是不应 他宁神细看 但见杨过身形缩成一团 模样极是古怪 当下大着胆子走近 见他竟然不似人形 伸手摸了摸 衣服硬硬的似是一块大石头 傻蛋 他抓住衣服向上一提 衣服下果然是一块岩石 有哪里有杨过的人在啊 陆无双呆了一呆 不听答应 当下侧耳倾听 似乎屋子中传出了一阵阵憨声 寻声寻去 只见杨过正睡在他 是才所睡的桌上 背心向外 憨声大作 浓睡正憨 陆无双盛怒之下 也不去细想 这杨过怎么会突然睡到了桌上 立即纵身而上 提起单刀 挺刀尖 向他的背心插落 这一下 刀锋入肉 手上绝无一感 却听杨过打了几下憨 说起梦话来 实在我背上骚咬啊 别闹 别闹 怕咬 陆无双惊的脸都白了 双手发颤 此人难道既是鬼怪 他转身欲逃 一时之间 双足竟然不听使唤了 背上好痒 定是小老鼠来偷我的黄金肉 只见杨过一面说着梦话 一面伸手背后 从衣衫底下 拉出了半盘黄金 啪的一声 抛在了地下 陆无双输了一口长气 这才明白 原来这傻蛋将黄金肉 放在背上 刚才这刀 似在收肉上了 却叫我须经常 他连刺两次失误 对杨过憎恨之心 更加强了 他咬牙低声道 臭傻蛋 瞧我这次要不要你的小命 陆无双闪身扑上 一刀向杨过的背心猛砍 杨过于憨声呼呼中翻了个身 这一刀 啪的一声 砍在了桌上 深入墓里 陆无双手上运进 带药拔刀 杨过似乎正在做什么恶梦 大叫道 妈呀妈呀 小老鼠来咬我了 两条泥腿疏得伸出 左腿搁在陆无双臂弯里的驱驰穴 右腿却搁在他肩头的肩颈穴 这两处都是人身大穴 杨过两条泥腿摔僵下来 无巧不巧 恰好撞正这两处穴道 陆无双灯时动弹不得 呆呆地站着 让身子做了他鸽腿的架子 陆无双的心中怒急 身子虽不能动 口中却能说话 喂 傻蛋 快把臭脚拿开 只听杨过打呼声 郁家响了 陆无双不知如何是好 恼恨之下 张口将唾沫向杨过吐去 杨过翻了个身 右脚尖漫不经意地掠了过来 正好在陆无双的锯骨穴上轻轻一碰 陆无双历时全身酸麻 连嘴都张不开了 鼻子中只闻到了杨过脚上的臭气 阵阵冲来 就这么搁了一盏茶十分 陆无双气得机遇昏去 心中赌咒发誓 明日带我穴道松了 定要在这傻蛋身上 砍他个十七八道 再过一阵 杨过心想 也作弄他作弄够了 放开双足 转过身来 虽在黑暗之中 陆无双脸上的气恼神色 仍是瞧得清清楚楚 陆无双越是发怒 似乎越是和小龙女相似 杨过痴痴地瞧着 哪里舍得闭眼呢 其实陆无双的相貌和小龙女 全部相似 只是天下女子生气的模样 总是大同小异 杨过念师情窃 百无聊赖之中 瞧瞧陆无双的称态怒涩 自觉是依稀瞧到了小龙女 那也是画饼之意 望眉之丝而已 过了一会儿 月光西斜 从大门中照射进来 陆无双见杨过双眼睁开 笑眯眯地瞧着自己 心中一灵 莫非这傻蛋乔戴半痴 他顶我穴道 并非无意碰巧庄中 想到此处 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此时 忽见杨过斜眼望着地下 陆无双歪过眼珠 顺着他的眼光看去 只见地下并排列着三条黑影 原来有三个人站在门口 宁神再看三条黑影的手中 都拿着冰刃 他暗暗叫苦 糟了糟了 死对头找上门来 偏给这傻蛋撞中了决刀 陆无双连遭怪异 心中虽然起疑 却总难信 如此肮脏猥琐的一个木童 竟会一身高明武功 杨过闭上了眼睛 大声打憨 只听门口一人叫道 小剑人 快出来 你站着不动 就想盗爷饶了你吗 原来又是个牛逼子 我们啊 也不要你的性命 只要削你两只耳朵 三根手指 老子在门外等着 爽爽快快地出来动手吧 那人说着向外跃出 三人围成半圆站在门外 杨过伸了个懒腰 慢慢地坐起 说着 外面叫什么 陆姑娘 你在哪里 你干嘛站着不动 杨过伸手 在陆无双的背上推了几下 陆无双淡觉一股 强劲的力道传道 全身一震 三处被封的穴道 便即刻解开 当下也不及细思 俯身抬起单刀 跃出了门 只见那三个男人 背向月光而立 陆无双更不打话 他翻望向左边那个人 挺刀刺去 那人手中拿的是条铁鞭 看准尖刀砸将下来 他铁鞭本就沉重 兼之力量甚强 砸得又准 当的一声 陆无双单手脱刀 杨过横卧桌上 见陆无双向旁边跳开 左手斜指 心道 好 那道人的长剑保不住 果然 陆无双手腕抖翻 已施展出了古墓派武功 夺过道人手中的长剑 顺手砍落 呼的一声 道人尖头重剑 他大声咒骂 越开去 思道跑果伤 陆无双武剑 与死边的汉子斗在一起 另一个矮小汉子 手持花枪 东一枪西一枪的传刺 不敢过分逼近 那死边的猛汉 武艺不弱 斗了十余和 陆无双剑感不知 那人出手 步履之间 均有气度 似乎颇为自顾身份 陆无双数次失手 他竟然并不过分相逼 那道人裹好了伤口 空手过来 指着陆无双骂道 古墓派的小贱人 下手质问很多 说着挺壁五拳 向他急冲过去 白光闪动 那道人背上又吃了一件 可是那矮汉的花枪 却也刺到了陆无双的背心 死边猛汉的铁鞭 戳向了陆无双的肩头 不好 杨过心中一惊 双手握着的两枚石子 同时制出 一枚荡开了花枪 另一枚打中了猛汉的右腕 不料那猛汉武功了得 右腕重石 铁鞭固然无力前身 但是左掌快似闪电 疏得穿出 扑得一声 击中了陆无双的胸口 杨过大惊 他究竟年轻时前 看不透这猛汉 左手拳上功夫的了得 急忙抢出 一把抓住他后领 运尽甩出 那猛汉腾空而起 跌出丈许之外 那道人与矮汉子 见杨过如此厉害 忙扶起猛汉 头也不回的 走了 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